生日当天留下遗书亲生的22岁女大生洪惠恩 今天早上出殡 亲友们齐聚一堂 送她最后一程 场面十分感伤 洪惠恩的家人特别在灵堂门口放置了一台电视 不停重复播放惠恩生前的点点滴滴 许多亲友们聚在电视前追忆惠恩 惠恩生前的好友们也到来送别 他们和往常一样一起大合照 只是这回是在灵堂和惠恩的遗照合影 人是已非 令人不胜唏嘘 告别仪式从早上9点开始 随后大家一一向惠恩之意后 林车在早上10点41分出发 送往八升仙境山庄火葬 信透转向雪州书邦在野 夜明18岁无意青年 一面对家庭问题 蒙起亲生念头 趁凌晨12点半左右家人熟睡时 坐在三楼高公寓的墙岩 企图跳楼自尽 幸好被赶到场的肖整员 花了两个小时成功把他劝下 该男子事后被转交给警方 做下一步的行动 来到沙拉越古境 肝膀双膝布鲁 一名36岁无意男子 在河流撒网捕虾时 突然被一头鳄鱼攻击 他的作肖腿被紧咬 腹部被抓伤 正当鳄鱼要将他拖下水时 男子在紧咬关头 用手指插爆鳄鱼的眼睛 得以在血盆大口中保命 中文字幕提供